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的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 在美國的帶頭制裁和封殺之下 遭到多個國家的連環器用 最新又輪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三大電訊商已經作好了決定 將不會使用華為 作為5G網絡設備的主要供應商 最大的新加坡電訊 他們選了外納信 至於M1和星和電訊 就選了洛基亞 即是三家都不選華為 另外 M1和星和電訊補充 說華為都可以參與部分建設 至於有一家小ID的 叫TPG通訊 就會使用華為 即是說 華為都不完全失去新加坡市場 只不過 只能在這裏撿餅碎食 這也是充分體驗得到 新加坡對於中國真是處處提防 有些人經常都說 新加坡根本上他都是親中的 可能在表面上或者口頭上 新加坡的領導人真是會給予人一種印象 就是新加坡無非是一個親中政權 但是在行動上和實際上 新加坡也不知多清醒 好像在這次電訊爭霸戰當中 他們就視通訊安全高於一切 因為鋪設5G網絡設備的建造費用 是一時的 但是通訊安全就是千秋萬世的 屬輕屬重 新加坡仍然懂得分 大家也可以看看非盟的前居之鑑 位於 埃塞俄比亞首都 阿迪斯亞貝巴的非洲聯盟總部大樓 正正是中國政府 付錢出來援助捐件 這件事說不用錢送給非盟 當時的非盟領袖當然非常開心 但是後來非盟的技術人員就發現 每逢去到半夜三更的時候 那些伺服器就著了 然後就把非盟電腦的資料 傳到位於 上海的雲端伺服器上 就是說每晚都在拿你的資料 所以哪有這麼大的 就隨街跳才行 如果你說 裝了一些比較便宜的5G設備 但是換來的就是 提心吊膽 或者不知道自己的通訊是否安全 這樣豈不是得不償失 不過新加坡在處理和中國關係上 總是非常圓滑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長就出來說 說在選擇5G網絡設備供應商的過程之中 是沒有排除任何企業的 電訊商可以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標準 他們只會考慮表現 安全性和保安等的要求 而不同的廠商可以參與 5G生態系統的不同部分 未來仍然有很多合作機會 說就是這樣說 但是在分合約的時候 華為只能佔一個非常細份額的部分 實際上新加坡怎會不知道共產黨的陰暗面才行 這個政權本身就是靠反共來起家 開國元首李光耀甚至乎是反共分子 雖然在這個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成立之初 李光耀也曾經試過跟親共分子合作 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就叫做林清祥 在當年 林清祥無論在威望上 或者是受歡迎的程度上 都是遠遠地超過了李光耀 後來新加坡就經歷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雖然新加坡早就已經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權 但是英國仍然是不讓新加坡徹底獨立出去 牢牢地掌握著新加坡的軍權 警權 和外交權 當時李光耀就把心一橫 決定了要 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 就是因為這件事 跟林清祥那邊是不合格的 那些人就自己拉大隊退出了人民行動黨 另外搞了一個 叫做社會主義陣線 叫社陣 好了 最後其實也是合併了一段短的時間 在合併了做馬來西亞聯邦的時候 李光耀就借著東姑拉曼的手 把這群人全部一網打盡 為什麼呢 因為李光耀就指控 這群人 社陣其實就是馬來亞共產黨的餘黨 是在新加坡裏面的代理人 東姑拉曼一聽到 馬上就把這群人一網成琴 好了 後來 隔了不久 新加坡也被馬來西亞聯邦逐了出去 最後就是所謂被迫的獨立了 到了那一刻 新加坡既是取得獨立的地位 也是李光耀把他的政敵 全部都收拾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和了不起的人物 當然後來有些英國的歷史文件 他50年後就會公開出來 其實這個社陣也不是跟馬共有什麼關聯的 不過這就是後話 當時就說他有關聯先 可以把他收拾 所以 李光耀對於共產黨的陰暗面 簡直就是療如指掌 故此新加坡的國策 絕對不會是靠攏單一國家 或者是要靠攏中國 雖然到了後來 76年的時候 李光耀就訪華 老巫親自接見他 再後來鄧小平曾經到訪新加坡 最後兩國關係就正常化了 故此這一趟新加坡棄用華為 絕對是有跡可尋的 說起新加坡 又要說一下第一家族的恩怨情仇 近日又再浮面了 發生了什麼事呢 昨天就有一個消息傳了出來 說李光耀的拉仔 李顯陽 他就決定了要加入一個在野黨 叫做新加坡前進黨 那因什麼解救 這三兄妹會反了目 實情李光耀就有三個子女 大兒子 長子就是現在正在做新加坡總理的李顯龍 好了 第二個 就是女兒來的 叫做李惠寧 不是香港那個 第三就是拉仔 就叫做李顯陽 那因什麼解救 李顯陽要去特地和大佬作對 加入反對黨 明明他自己的大佬也是在做總理的 而且又是執政黨的頭頭 究竟有什麼的恩怨呢 其實也是在圍繞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李光耀故居去向的問題 就著這個問題 他們三個人分了兩派 一派主張要保留故居 這個就是李顯龍 另一派就要主張拆掉他 這個就是弟妹李惠寧和李顯陽 他們就聲稱 拆除李光耀的故居 就是李光耀本人的遺願 故此就應該要達成他的心願 好了在說這件事的問題之前 我就再說一下 在網上有些人竟然說 李顯陽這次加入在野黨 就是要造成一個局面 無論執政黨和在野黨都是李氏王朝的人 這些完全是沒有養份的陰謀論 為什麼呢 李顯陽本人都已經62了 他也是沒有什麼政治野心 到底現在在這裡爭什麼呢 無非一個字就是錢 在李光耀走了以後 這一頓大宅實情就是歸了 總理李顯龍的名下 好了 去到後期 李顯龍就決定了 要用市價 將這一頓大宅賣給弟弟李顯陽 而且他就說明 這一筆錢賣了以後就會做慈善 好了 當時有地產商也估計過 這個位於歐斯里路的大宅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段 全部都是豪宅 但是很矮的 好了 這一筆錢當時就價值2400萬波子 大概是1億多港幣 成為5點多 好了 一買了以後 就想著可以拆掉它來重建 發達吧 只是那筆錢本身也是值1億多 再拆掉它以後 就更加是不得之了 但是 李顯龍就不想拆 因為這一筆大宅李光耀的故居 對於他本人來說是有意義的 就可以換得起新加坡人對李光耀那種集體回憶 繼而就將這種回憶轉化為選票投射在他身上 故此後來 李顯龍就批評過 你的政治遺產就已經取得了 你已經做了總理 你老婆又做了大馬石的總裁 這些老人 為什麼還不肯讓他們拆掉這一筆東西呢 實情整條歐斯里路的業主都希望這筆東西拆掉 因為這一筆東西不拆的話 就影響到其他人都不能拆 因為有個高度限制 你沒有理由 周邊那些人建到高樓大廈 唯獨是你這一筆那麼矮 所以要拆就一起拆 你不拆其他人都不能重建 好了 所以 李顯陽就已經是覺得 被你過一棟了 市價就買回來了 然後 現在就是由李慧寧在裡面住 後來李慧寧 曾經爆料 就說這一筆大宅在買的時候 不僅是付出了市價 當時不是說要做慈善的嗎 原來那個弟弟不僅是給了一筆錢去買了這筆大宅 還要這一筆大宅的市價一半是拿來捐去慈善的 就是說給了1.5倍的錢出來 其實這樣也沒算 在這個交易完成了以後 新加坡政府忽然之間就說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專門來研究這一筆大宅的去向 究竟是要將他整頓保育 原子保留 還是保留一部分 還是拆除了他 至今都說未有定案 就要交由新一屆的政府才決定得到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為何他的弟妹那麼興奮 老大不放 錢就給了 然後又好像過了他一棟 老實說 新加坡的官員在處理一個那麼敏感的議題的時候 怎麼會沒有請事過總理才行 現在李顯陽說要加入反對黨 我都不認為他是要奪權的 他是想奪回錢的 他是想你儘快快拆掉他 然後 把那塊地去重建 那塊地段根本上就是豪宅地段 故此 新加坡第一家族的恩怨情仇 其實就是圍繞著 李光耀故居發生的 當然 表面上他們從來都說不關錢事 就是要弘揚李光耀的精神 什麼什麼什麼 實際如果真正在說精神層面的東西 那種故居 拆不拆 有什麼好談才行 所以表面的原因就是偽命題 實際的原因就是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